大家好,我是追影,今天继续我们的全荒就罢,三抗起说 这场还是由,哎呀,KM1234对着杀人啊 这两位玩家的技术在平台是数一数二 哎,跳轻腿破防,关要再接反尘位 但是没有打招,大没小跳过来 又开启了贴身牙制,看草屁能不能逃过这个牙制 奈尔洛中手 哎,都要三世,五连过后奈尔洛直接打晕 大门这局有点懵啊 哎,一个重腿直接别倒 让我们来到了下一场 这局的话草屁机情满满 第二场看杀人啊,他的八神 哎,宿命之战跳四地 一个地波怼过去 我们来看在的后车百合者 又是差点被点了 下巴青手接一下 八神中脚代替一个生龙 哎,草屁机会来了 跳轻腿重手掏一下,轻腿再摸 哎,双方又一个相杀过来 哎,葵花三世 我们来看小跳四地 但是还是被对手跳四 重手前轻手一个八字女 怼了过去 草屁这一集情况不妙,一个地波 啊,直接不能再防了 下面来到了第三场 探一批的这个 神乐亲和 哎,八神打出了他这个 他的气势 神乐主刺压到板边 八神有点 哎,被动 但是他很快就能冲破这种被动的方式 开启一个主动进攻 哎,神乐连招接滑 接起一个主刺两段 继续跳中腿打到 八神为什么防御这么脆呢 直接就被废掉了 下面来到第四场 看杀人啊 他的草屁 其实草屁在 拳晃里面是一个非常具有观赏性的角色 连招非常华丽 圣龙顶一下 奈若罗进过重拳带套 哎,闪神抓 没有抓住 哎,荒咬三世小跳 重手带套 神乐好像很难落地的样子被打到 又想奈若罗逆向 反神尾还是被抓 哎,再抓一下 神乐主刺滑步 轻腿点杀 继续小跳 轻腿 重腿别像一个荒咬 这就是让那个 神乐千鹤不敢近身啊 这个打法 但是还是中了一个注册两段 直接被拿下 好,大家先回点一下关注 在片里去留下 现在神回复 我们下次见